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恶魔释放到了人间 恶魔打开了平行世界的大门 如果另一个世界有生活得更好的我 你会跟他改变自己的生活吗 主演群里包括了饰演大韩帝国第三代皇帝李滚的李敏昊 分别饰演大韩帝国时期的犯罪者Luna 和韩国刑警郑太尔的金高银 饰演大韩帝国皇室亲卫队队长赵英的于卓焕 饰演公开重案组刑警江心才的金锦男 以及饰演大韩帝国最年轻的总理 聚瑞联的郑恩采 虽然聚还没开播 但被称为行走的赫尔蒙 和谁都很容易形成强烈CP感的李敏昊 仅靠剧照和预告片就已经被粉丝安排了三组CP What?三组?没错,就是三组 现在为你一一介绍 官配CP 听名字就知道这说的就是李敏昊和金高银的CP 李敏昊在剧里饰演一位性情敬意 文武双全的完美君主 也是个拥有扑克脸 且敏感又有些强迫症 像蓝色火焰一样两极分化 忌讳他人触及身体的他 亦对婚姻和后思不感兴趣 而金高银一人分饰两绝 一个是来自大韩民国的刑警郑太乙 一个则是大韩帝国罪犯Luna 在放出的预告中 可见皇帝李滚骑着一匹白马 仿佛是一位风度翩翩 气宇不凡的王子 在现代迅力斑斓的世界里 与刑警郑太乙在光化门相遇 郑太乙问道 你真的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吗 忽然 仿佛拥有独敏郡的瞬间移动技能 瞬间把郑太乙深情搂在怀中 让人心中掀起一股微妙的涟漪 跨越时空的爱恋 听起来就很浪漫了 当穿过一和零之间 我邀请你一起走吧 到我的世界 职场CP 没错 这是韩国皇帝李滚和史上最年轻的国务总理 俱瑞莲的CP 贫困家庭出身的俱瑞莲一路打拼到了女总理的位置 她享受着自己和皇帝的绯闻 听说李滚有女人后 总理很生气 她认为最适合李滚的女人应该就是自己 这一派CP党的行程 在于剧组公开了两人的剧照之后 虽然仅是几张剧照 但满屏都是暧昧的气息啊 尤其不得不提郑恩采的颜值真的很高 和李敏昊站在一起真的很搭配 两人的侧脸颜值绝了 只看外表的话 真的会有不少人会站这一派的哦 竹马CP 这一党就是大韩帝国皇帝李滚和大韩帝国皇室 竟被对队长曹颖的CP党了 第一次放出两人剧照时 让人引起关心的距离和表情 已经成功的圈了一波CP粉 而后第二批剧照公开之后 成功圈了第二波 官方随着解释两人的关系得知 曹颖四岁时第一次在皇室遇到八岁的离滚 历经曲折积累了信任 是即使不说也能心知肚明像兄弟般亲近的人 简单来说是24小时守在离滚身边的人啊 这样的关系设定 加上两人的颜值摆在一起 简直就是完美 嗯很好嗑啊 but对于小编来说 以上三个都不是离滚的最佳CP 因为他的最佳绯闻对象应该是下面这一位 哈 有没有很想海边小编 没办法 李敏昊魅力真的太大 就连动物都喜欢啊 诚如制作公司 One and Them Pictures表示 李敏昊完美的消化了拥有数万种魅力的大韩帝国皇帝离滚 今年春天 The King永远的君主 李敏昊誓言的离滚 将再次找回心动 一起期待这三组CP如何带给你满满的心动感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